早安,我是Thor,榮無靈今天推出了第三個Hofix 這個Hofix裡面是他們這麼多Hofix之中最大的Hofix 在開始之前,如果你想聽國語或普通話,而不是廣東話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收睇和支持不同的遊戲頻道 他最近都很有心製作一些和榮無靈相關的資訊又或者教學片 在這裡就回到正題了 這次更新裡面,他們收容了大量的問題 而且也有小部分的效能改善 不過大家所看望的更改控制設定依然是未有的 首先由遊戲效能的改善開始 首先他們改善了Area Streaming 的技術 這個改善會令你從一個地區走進去第二個地區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流暢的體驗 第二個他們也改善了Dynamic Resolution 動態分辨率的應用方式 現在遊戲會盡量多些時間保持較高的畫質 然後他們也改善了Coling 的技術 令到一些不在畫面裡面的物品又或者角色 會減少他們所使用的資源 而且他們對場上的鳥也進行了類似的優化 他們也改善了Shader 調色器的效能 而且他們也修正了Memory Leaf 的問題 也就是之前當你的遊戲開得越久的時候 整體效能就會越差的問題 最後他們也優化了下雨 又或者其他對GPU比較要求大的效能 然後他們再一次改善了在船裡的過場動畫的效能 而且他們也在創作角色的時候改善了記憶體的效能 最後他們也整體對CPU效能進行了一個改善 下部份他們就改善了和畫質相關的問題 首先修正了當他們在HDR 模式之下調教亮度對比和彩度的時候 HDR 會異常地停止運行的這個問題 而且他們也在HDR 模式之下改善了一些物件 當他們要漸暗的時候不會去到完全黑色的這個問題 下部份就是新增的設定和修正 他們也在遊戲中新增了這個 Camera Zoom 拉近鏡頭的設定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設定把遊戲的鏡頭拉近向你的角色 他們也為手提裝置加入了一個自動拉近的設定 然後到了選單的改動 他們新增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在選單這個位置可以直接離開遊戲又或者回到主選單裏 他們也修正了在修理選單裏的字體 令到不同語言的介面都可以清楚看到這兩個選項是什麼 然後到了遊戲平衡的改動 首先他們就令到武器使用隔反的時候會消耗體力值 不過如果你用盾進行隔反的話 依然是不會消耗體力的 而且他們也削弱了Game Focus on Focus Use 這個詞序 也就是說有一個詞序就是當你使用專注的時候 你就會回復一定的專注的詞序 現在就削弱了些少了 而且他們也令到當你空拳的時候 背刺敵人的時候 敵人躺在地下之後 有方法可以攻擊到在地面的敵人 下一部分就是掉落物的改動 這部分主要都是針對著資源搜集的 首先他們就調整了挖掘點掉落物品的機率 現在就令到陶土的出現機率變得更加常見 然後他們也令到當你使用工具採集原料的時候 減少了角色所需要的採集動作次數 下一部分他們就改善了兩種敵人 Niv Screamer 和 Shackle Groot 他們兩個的行為 然後就去到錯誤修正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有非常大量的問題被修正 和上一條片一樣 由於有太多需要用到中文去翻譯 而我沒有辦法找到中文名字 所以這一部分我只會說重點剩下的 留給大家自己研究 首先他們就在Nameless Path 即是無名山崖裡面 礦坑有一個地方的掉臂就放錯了位置 導致你沒有辦法可以正確前進 現在這個問題就得以修正了 而且他們也修正了可以挖的洞 之前有機會不掉落任何素材的問題 另外他們也修正了跟商人買賣的時候 例如之前很多時候的原材料 又或者一些已經加工的材料 就只是以四分之一的價格去出售 或者購買的這個問題 除此之外他們也修正了在工藝台裡面 有一些傢俬沒有辦法可以被製作的問題 另外他們也修正了Spinning Wheel這個傢俬 之前就沒有辦法將一些羊毛加工的問題 然後他們也修正了在Bounty那塊板裡面 用keyboard和mouse沒有辦法正確使用那個介面的問題 他們也修正了幾個和顯示上有關的問題 例如城裡的人拿錯了魚竿 在山洞裡面會下雨等類型的問題 同時也修正了某些地方沒有音效 又或者沒有音樂檔的問題 以上就是第三次HotFace的內容 如果有興趣一起吹噓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吧,就這樣吧,拜拜!